陈耀祥已经现在被地检署列为赌职 还继续去审净电视的案子 不去做任何的回避 即便千夫所纪要强硬的通过 可以看到的是民进党执政的辅着痕迹 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相当可恶 NCC陈耀祥他就被 今年3月的时候被士林地检署列 他自案被告 就是有赌职的问题 现在目前这个案子在北检 那他就说自己是清白的 所以他不会辞职 而且他也不要回避审查 但是进电视的案子 我认为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由陈耀祥去审 因为你陈耀祥已经现在被地检署列为赌职 然后跟NCC有关 然后呢 你现在竟然被起诉的状态之下 你还继续去审 你还继续去审进电视的案子 不去做任何的回避 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 一封署名NCC内部吹哨者的检举信 指控NCC主委陈耀祥打算 偷偷让进电视申请闯关 然后呢 这个检举信说 陈耀祥透过核心幕僚被妥资料 在4月到5月要偷偷让进电视案强行通过 此举引发NCC委员高度不满 那国民党在三次在陈耀祥去立院报告的时候要求进电视撤照 陈耀祥下台 但是呢 民进党用人数去护航陈耀祥也封杀了退回了NCC调查报告的临时提案 然后今天果然那个爆料 所谓的吹哨者是真的吗 他说4月5月 陈耀祥NCC他们要强行闯关进电视案 不想再拖了 那NCC今天的委员会呢 就确实再度排审了进电视的案子 我必须说在整个NCC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的是民进党执政的辅着痕迹 那民进党他们要做这些事情呢 我会觉得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相当可恶 如果2024年能够政党轮替 要第一个检查的单位就是NCC 你看NCC现在这样子为了通过一个进电视 即便千夫所指也要强硬的通过 那你就知道今天如果不下架执政党的话 也不可能恢复中天啊 因为NCC的脸皮就是非常的厚啊 NCC的脸皮就是厚道 就算被判决10次15次20次25次 NCC当时告中天 刚时罚中天是败诉的 他都依然雇无啊 你拿他的行政权没有办法 你在立法院的席次也不够多啊 国会过半重返执政 两件事情缺一不可 MING PAO TORONTO